第25题,带有静电的带电体,其所带的电量不可能是下类合者 我们知道东西带电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 一个电子电量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酷仑 那因为是得失电子带的电,所以带电量一定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那么所选项A说0.03酷仑 因为这个的1.6乘以10的-19次方酷仑非常小 所以只要是很多酷仑的,我们就当作它是可能的 那么选项C是1.6乘以10的-12次方酷仑 就是这个的10的7次方倍,这是整数倍,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0.1默的电子电量,这当然是可能的 有这么多个,也是整数倍,是可能的 那么选项B说1.6个基本电荷,那就是错的 因为呢,我们一定要是基本电荷的整数倍 所以不会有0.6这个情况发生 因此第25题问我们说,其所带的电量不可能是下类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,1.6个基本电荷 ывать有数无碧S